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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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这只是一家小小的熟食店 其实在附近一旦已经小有名气 每天早上九点 这条路上都会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买三十块送一个熟菜 买四十块送两个熟菜 吃些口味特别好吃 甜蜜蜜 我们买个当初小碗 当初小碗 当初八块 你能想象到的家常菜几乎在这里都能买到 糖醋排骨 醋溜鱼片 元宝虾 红烧肉 更是他们店里的四大金刚 刚刚有一个师傅跟我看一看 你都没去 但你是这样吗 整个整个都 我每天一带 招留 招留一片 招留一片 这我平常是 没呼吸了 轩冰啊 你别光顾着流口水了 你看看这么长的队 照你这么默契下去 可能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 我想问问看 你每天有没有里面什么产品吃 那个 我一定需要了那个 这时间段才能买到 正常我们一般一样 鱼片啊 虾啊 上午比较就充分一点 下午有可能就少一点了 因为我们现烧的嘛 现炒的嘛 这个才一定要新鲜 不能隔夜 这位陈师傅曾是大饭店里的大厨 十多年前 他毅然辞去了工作 开始自己创业开店 熟食店里虽然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有了陈师傅的把关 味道绝对不熟大饭店 我等他去买一样去 买一样去都妈的帮他弄去 我妈的帮我去 说我哥哥收成是不是 是刚好给 好给啊 一里的酒味品总是吃了 这边都给了 给它做什么 王国 我们叫一里的酒酱 吃肉不配蒜香味少一半 最近店里新出的一款蒜香菇 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欢 我想我们回那个这个蒜香菇 它这个肉是腌制过的时候 先是改刀先改刀好 然后等一下就改好刀以后腌制 那腌制大概腌制多久 腌制要五六个要实际上 那个就是腌制好的 那个是腌制好的 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套的那个 你别用的是什么料呢 我们最主要有点特色 就是泡点奶粉 泡点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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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自己经常听到 蒜香菇你都泡奶粉 有了奶粉调味 肋骨的味道会变得更加香甜 搭配上即适粉和蒜 一起腌制五个小时 才会进行下一步油炸 一圈兜下来等到顺兵真正排到窗口前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钟了 店里的熟食也都卖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顺兵还能买到些什么呢 那个酸香排骨还有吧 有 有包口也有吧 有包口 就就可以了 就就可以了吧 有包口就挺没气质了 两个57块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哎我炒了再去回来 能送你蔬菜帮我 蔬菜蔬菜我是一个是那个刚刚在这泡碗湖 泡碗湖 因为在刚刚我口头有在想养生一吃 养生一天送完 养生一送 给这落手 哎呀哎呀 给这落手了 好了好了 哎呦来了 哎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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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顺兵的表情就知道他有多开心了 事不宜迟赶紧开吃吧 动我给这落筒啊 能快能快我这什么一点吃吧 吃出口于的 哎没能够 可以 吃 которое 可以 没好 没好 这一家是非常有特色的 阿姨都分享好了 在长寿路上呢 有一家专门吃炒蒜菜的餐厅 现在呢是晚上七点多的时间 我们透过玻璃已经看到 哇 里面已经是坐满人了 而且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据说他们家的店是越晚人越多 到底有些什么好吃的呢 赶快跟我进去了解一下 潮州菜源于广东潮州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与广州菜客家菜并称为粤菜 潮汕地区东陵大海 因此海产品非常丰富 而提到潮州美味 我们不难想到的两个正面之宝 一个是卤水 其次是沙锅粥 而在了解今天这家店 是以吃什么为主的之前 我们先去打探一下 他们家的排队情况吧 最近只要吃双休日都要预订 然后我之前是在那个APP上面预订 然后没有订上 所以我现在又之前打电话过来订 这边整个工作人员唯一的一位 上海人对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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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个厨房团队和我们老板都是潮州的 到阿拉底里想我也在跟肯定讲 做法车就是一个马来狗 哎 必须要车做的啦 那么阿拉底做呢 基本上就是黑市做 做的我也有多少几个品种 所以呢阿拉格所有的州里面 我们销量排名第一的是 我们的那个招牌的一品州 他们家的沙锅粥 一共有三种规则可以选择 各位可以根据同行的人数 和每个人的饭量量量力而行 避免浪费 这个量好大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 根本就吃不下 他分大小分吗 他分的 这个是一到两人分的 但是我觉得三四个人吃也没问题 长周路高的因为吃了没人没吃 那么吃了叫鬼 那刚刚吃好以后呢 就我都经常来 为啥呢 因为实在整个日落后 所有米都没有又落点了 这家店不论是食材 还是厨师班底 都是从潮汕空运过来的 同时据老板介绍 他们家熬粥实在很废锅 哇 看到后面忙的是热火朝天 但是呢井井有条 三十几位厨师 你们家里有三十几位厨师是不是 对 每个人都站在那里各司其职 那我们店里面最 卖的最好的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那个潮汕粥对吗 对 我们这个锅里是从潮汕印上来了 印到这个锅就是潮汕的泥土锅 和外面煞锅不一样吗 对 不一样 它做工不一样 因为它用的是那种泥土 熬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每一锅都是最少二十五分钟 现点现熬的是吗 对 这锅一直不停地熬 是不是更新率也是很快的 一个月差不多倒备七十个 一个月就要换七十个锅 对 天哪 一个月更新七十只锅子 未免也太夸张了 同时虽然他们家的各种海鲜粥 才是不可或缺的镇淀招牌 但是充斥着潮汕特色的各种炒菜的味道 同样不容小觑 这个桂花鱼啊 这个比较 这个 它里面用的那个香料 比较香啊 鸡车鲜鹅 就得特别好吃 这个 这个味道很好吃 这个就跟花椒味道很浓的那种 这个 一个底线 那个时候就这油 我不觉得这个是好特别的 这个叫菜心猪油 有煮肉 煮的让你拿回去吃 那么以前的一般这个散黑 那个这个只有煮 然后这个光动的菜心 冰来的 又香又细又好吃 我觉得这个粉干就很好吃 很正宗 粉干 对对对 因为 外面有些它那个卤水鹅干是那种 就是比较硬比较老的 就是这个部位 叫粉干 所以它做出来 而且它卤的也很到位 很好吃 对对的 很嫩很鲜很香 此时的小美也终于在自己桌上 等到了属于她的小份装排海鲜粥 她们在煮粥的时候啊 是放了两倍的米 然后再把一半的米捞出来 为什么呢 是为了让这个粥的米香气更浓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用心 而且这个粥的厚度也是包得刚刚好 你看不是很薄也不是很厚 喝上这样一碗粥啊 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 非常的舒服 我面前呢就是今天要送出的霸王餐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呢是家乡豆干堡 还有猪油渣炒菜心 还有就是咸菜手丝鸡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锅一品粥了 所以一定要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因为呢我们的通关密语 接下来呢就会出现了 千万不要走开 节目首播结束前 马上抽出六份 价值348元的海鲜粥套餐 赶紧拿起手机行动吧 一起778 今天我跟吴老师的778 跟以往都不一样了 对的 我们要跟导演组进行一个PK 对的 今天我们俩不比了 跟你们比 但是这个如果输掉的话 我们是需要自己买单的 能放心 那我也是干嘛 但如果赢了的话 就他们买单 所以我一走就当中到此地了 对吧 小车上 对 所以就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菜场 哎呀 今天的主题是砂锅 他在上海里 美金把也有的五星粉糖 第二档上档 最恢夕了 对 其实经常在菜场 可以看到这种砂锅小店 对吧 味道还不错 那今天我们找的这家呢 人气也很好 是啊 各区PK嘛 对呀 区对区 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浦东新区 看看这边这家砂锅店 究竟味道怎么样 跟我去口吧 肯定不买单 走吧 沙锅作为锅具 它能均衡而持久的把外界热能传递给内部原料 这也有利于水和食物的相互渗透 最大限度的释放食物的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菜在制作的时候厨师都喜欢使用砂锅 而今天我们要来的第一家店 位于浦东新区汝山路上的一个菜场 据说这家店已经开了20多年 所有的菜品都是由砂锅做出来的 人气也是非常旺 这家老爸 这个是老爸 可以了 这是你了 但是我们在网上获得的信息是这家店 是这个区域人气很旺的一家 是啊 看里面啊 这这这 这家店就是这个菜场唯一的一家就粉丝宝吗 哦 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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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啥对吧 砂锅就这一家 那肯定得了 这肯定对的 没什么老费 对啊 进去门购好了 还是我们帮你们来跑啊 老板 没有生意的吧 我们您嘛 我们您 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是看到那个后面吃的 哦 人全部在后面 哦 你车卡水了很多 哎 对啊 这里这里不能做人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方便管理 对对对 还有防控嘛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对对对 哦 所以人都不在这吃了 对 现在呢 那边应该是 应该是很满的 很满的 对跟我一起走 走走走 看一看看看一看 我又忘了 我不是喊了一条 我也是 我现在没人的吧 原来因为年后特殊的原因 这家店所属的菜场 为了方便管理 把菜场内所有需要糖吃的顾客 集中到了菜场外面的一个空地上 不过因为店里 到统一安排吃饭的地方 距离有点远 所以跟着老板娘的脚步 可是要跟紧了 稍微不留神就有可能跟丢了 你那个这个叫饱当 这个叫泡汤 我们来的过程 还可以带点小菜回去啊 真的是 方便方便 差点跟丢了 差点 哎呦 快进来快进来 那边混在开了 那边更重要了 这个可以的 这里这里很好 你走得太快了 好了 醒不着呢 哇 你看 看一下看一下 什么叫人气 这就叫人气 小店主营的是 咱们上海人最熟悉的 沙锅油豆腐粉丝汤 品种搭配也是五花八门 粉丝汤打底 可以选加单档双档 还可以加蛋 因为开的年数长了 不少阿姨都是从小姑娘 一直知道如今 已经当上奶奶或者外婆了 从小姑娘吃成外婆 或奶奶的请举手 请举手 哎呦呦 都是都是啊 厉害了厉害了 都是小姑娘吃成外婆的啊 这两个小姑娘吃成外婆的啊 要抓到五六比辣啊 对对对 所以这位阿姨你看哦 对她们整个这个发家历程非常了解 过去跟她聊聊 今天你点的这个是 十单大双大 十单卡的 三两家带 像这样一碗多少钱 十十块 因为三单卡的十五块 十十块 因为一到文人老师 这一页呀 小文人上 他叫做个当作啊 没做外公啊 他一个汤的吧 是女子女儿啊 他用个汤滚了 高汤的吗 对对 一面提上 说我说呢 我说的 因为我这来的钱了 小宝我发一个问题 其实一用的米精子老好啊 嗯嗯 就要怎么看啊 把这些油一锁比较瘦 别人呢 我得累它 有种人说呢 老累了就包起来的嘛 对米精子质量不好 一锁就累了 所有的米精子 都吃得瘦不了了 你们的粉丝呢 拿我上啊 这一个呢 现在那个拌 这个我给它拿糖 我等它先 为它涨了一塌 我都不涨了 所以清清爽爽的 店里的品种分两类 除了我们刚看到的粉丝汤打底 另外各种菜品之外 还有一类就是小馄饨打底 也可以选加单双蛋或鸡蛋 小馄饨加一个鸡蛋 哦 可以一点食材对吧 还得食材 可以啊 可以 味道不错 可以的啊 我吃的小馄饨吃到现在 这里最好的了 你吃了多少年了 哦 十年有的 十年 十回再买个点心 哦 那种那个早饭就行了 够一个四个四个 有的你看 你看 你看 哎呦 打球 打球 我打好球过来了 这个是打球过来了 你看 运动完了 一毛球 一毛球 开启舒适的 哦 哎呀 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这个康的生活 早上六点就打球 打好球以后 公园里都玩一玩 这个皮码 这个很舒服的 说实话 不管是粉丝汤还是小馄饨 也有很多店家是不用砂锅烧出来的 这两种不同的国具烧出来 说起来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我们有的时候每回家自己烧 就没有砂锅煮出来的那个味道啊 这为什么圈在哪里啊 就是它在里边就是一直是污着的 暖暖的 就是热的 你至于待会叫我们烧的 就是不休康的那一种 那凉得很快就没有这种味道 这个东西其实有个特点 就是热成的糖 凉了不好吃 温通通就熬去了 所以酥骨一适中那个温度就扒得黑了 这一酥骨一缩油对吧 其实砂锅也有锅气的 对对对 锅也有砂锅 这个香味 所以有点少少了就熬去了 粉丝汤小馄饨单档双档鸡蛋 单从排列组合的角度来说 这么多的品种随意组合的话 确实是一个很大工程 别说顾客记不住了 老板娘做多了也会晕 所以店老板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就是给各种组合点号 从1号到18号 时刻闻到店里 只要说一声自己点几号就可以了 我说不许多人听起来的嘛 听起来的长得多 365天 每天过来听起来的钱 真的 刚刚就上肯定卷我 阿里亚说是那个道理也签 是的 50个钱我把你老年带我 我一个日记得谁啊 11号 11号是粉丝 蜿蜂加鸡蛋 你们50个钱你去 17号 17号是小红炖粉丝双档加鸡蛋 这两人人有的 是熊的粉丝一样人有的 所以我看这边啊 你看一共10口锅同时在烧 你一个人要管10口锅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手忙脚乱 有点 怎么想到给他们编号的 那是我老公聪明才做 这么公开秀 我来看你 4号是什么 4号小朋友加单档 8号 8号小朋友加双档 13号 13号粉丝带档加单 19号 没有17号 很厉害 确实可以 思路很清少 小店是由一对 来自安徽的夫妇在经营 虽然几经搬迁 但老客人们一直追随 说到他们家的所有食材 单双档小馄饨 都是老板娘每天在店里自己包的 这也难怪 时刻们觉得这里的东西就是实在 比如说这粉丝汤的灵魂 大骨汤 每次都要炖12小时以上 这个骨头汤我跟你说 下午4点钟开始烧 一直烧到晚上6点钟 然后就是意里面 就是放在炉子上面慢慢的炖 炖今天早上才用 就只加大骨头对吧 对 还有其他东西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放 这是纯骨头汤 那你们这个砂锅平时要保养吗 不用保养的 那这个会有报废率吗 有 这个大概一个砂锅能用多久 一个很难说 有的要 好多人用十几年的 一批货里面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收骨嘛是老脊瓜啊 比如说一堆肉锅收了 就是把剥的 不裂的话 你收好了不会裂了 哦 是啦 质量差的 稍微你个一干 哪丝又去 马上就裂了 这样子是吗 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 小宝 能放一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 就是这一束故障了呀 只要是里面空砂锅 没来得及放汤的 阿姨的手势很好 总会其他工资里 是有样的汤 我吃 这是为什么阿姨啊 要不然锅要爆掉了 哦 要不然锅要爆掉了 防爆 防爆 哦 就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肯定知道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 而这家店要比拼的就是寄菜单 小宝和吴兴博分工合作 五分钟之内记住菜单上的数字 对应的菜品及价格 四个问题回答对三个计算选供 我记前面九个 你记后面九个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规律找一找 你看你前面的你记住啊 都是小混等的对吧 小混等 齐飞的也小混等 小混等小混等 然后你你只要记后面的 对对对 我看过了 我前面都是粉丝当 但是后面16 17 18 是小混等 小混等 好 然后价格呢 价格也有规律的 你看有没有 123456 123456 价格没有 从10号开始前面我不知道 12开始是中规比好 我们都一块 鸡蛋粉丝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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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粉丝粉丝 双当粉丝 小宝和吴欣博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记 小宝靠很大声地读出来 而且手脚并用 而吴欣博则是选择了默念 鸡蛋粉丝丹当 鸡蛋粉丝粉丝丹当 你这样的气息好了 我记不住 好 我要记得呀 放在肚子里呀 放在肚子里呀 放在肚子里 默计默计 鸡蛋粉丝丹当 鸡蛋粉丝丹当 鸡蛋粉丝粉丝 双当粉丝 鸡蛋粉丝丹当 好 我先出第一个 三号 小馄饨 鸡蛋粉丝丹当 小馄饨加粉丝 13块 对 耶 然后 12号 12号是我的我的 12号反正前面我记住的 都是那个那个粉丝 第一个都是粉丝 12号粉丝加单档 价格是尬一块 13块 厉害厉害厉害 回答进去回答进去 好 那接下来就是 7号 小馄饨7号 小馄饨加单档加鸡蛋 我们是四道题目要对三道 对 现在不能错了 不能错了 现在不能错了 吴老师看你了 这我记不到了 17号 17号 粉丝以后是 双档 双档以后是 心肆 心肆以后是 小馄饨 全 RM 价格价格价格 价格价格是 呃 真是 洞一块嘛 你是多 су 多一块吗 十七多一块 多一块是 18 16块 是这样 17块啊 怎么要这么贵呢 我知道这会是大一块 他后面有变化的 他们家最贵到17块 宣派封顶 你知道吗 那你们这次才失败了 没关系 陆老师 十几块钱 我们还是留的 我有个思路啊 家电便宜啊 这么接地气的价格最贵 全场最贵17块 我觉得我们就自己买单吧 不 不是说下一家如果我们赢了 瑞拉 水布拉 马店吗 人生要博的呀 这么拼吗 不是 无理 为了三十几块钱 要博也挤呀 好的 那就听吴老师的 好吧 不挤 既然吴星博选择博一下 那接下来一家店的挑战 两个人只有获胜一条路可以走了 而说到油豆腐粉丝汤的制作 老板娘说 不同食材下锅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像油面筋塞肉 百叶包小馄饨这种难熟的 一定要先放 然后放入粉丝和鸡毛菜 最后撒上虾米和榨菜 作为点筋之笔 非常好 第一个锅子给个烫 下去信 但是一吃个烫 就需要多出来个锅子的烫 第二个我特别赞赏就是砂锅 你死狗狗对到来 然后就摸个一种 你只等着这个米道 你看它现在还是烫的 我觉得它里面刚才这些 百叶包也好了 然后这些油面筋也好 这都是它自己手做的 你知道吧 然后里面你一口下去 就能感觉到这个货真价实 好了 吴老师 这段我们先吃饱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 后面一家店做准备了 能放心 然后给它设计就吃得了 就明天吃饱 明天吃好 我也干 记住努力 好 加油 加油 接着小宝和吴金博 往夏家出发 今天的第二家店 我们来到的是 闽航区的万元路上 同样是一家 开了有十年的老店 这家本包小馆 因为家常的菜式 和清明的价格 早已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食堂 吴老师 你看这家店 人气还不错 很压制 还有个问题 看到没有 他们中央都有点这个砂锅 王一下 看您今天点了蛮多菜的 对吧 都点了些什么 这是什么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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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骨 酥骨 但是点就是酥骨 他们家跟砂锅有关的菜多吗 对啊 对啊 这是什么 虎掉鸡 虎掉鸡 我也都要鸡啦 这个叫 王的 叫 直接鸡 阿姨 直接鸡的王子 我是一年年不过来啊 我是一个女人的嘛 一年年不过来就鸡豆腐 老总呢 放你鸡豆腐 你赶紧我女生请去了 我就吃鸡豆腐 一人呢 被她来 她咱们不高兴少了呀 那要鸡豆腐 咱们不够吃进去 一旦这谁是她喽 说到本邦菜 除了我们第一家看到的小吃类的菜品会用砂锅之外 很多菜的制作都会用到砂锅 砂锅鱼头 砂锅粉丝 三鲜砂锅等等 而这家店的这道鲍鱼鸡就因为砂锅增色不少 我刚刚看它蹦的嘛 老有嚼劲啊 Q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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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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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很心笑 很心笑 它是鸡麦老闹的 那因为有个鸡子 一个有鸡 一个没鸡子 没鸡肉 有一个这个 把那个叫啥 大水 老粉啊 弄的 生米辣 生米辣 弄法一把就是 更加香味 更加主力的东西 哦 对对对 蒜香味 拿来切切吧 哈哈哈 如果弄的 别的厚度就是 骨头说不成啊 一般人家我里下高 我们说 骨头说的骨头说 骨头说的就是 一般说 所以再把它鲨锅 出锅了一下 对对 那我这个鸡 打出来就怎么消化 化米饭 最好吃了 最好吃了 其实用鲨锅做菜 一般会起到两个作用 一方面可以起到 保温的作用 另一方面 鲨锅也会激发出 食材的香味 这道鲨鱼鸡 鲨锅就巧妙的 把锅底满满的蒜子香味 完全激发了出来 鲨鱼鸡呢 则是要提前处理 我们选用的呢 就是散养的铜子 比较好 基本上是在半年时间的 如果说 这个鸡呢 过老一年 或者一年以上 它吃口的比较柴 嗯 我们用的是大连鲍 大小的 八头 这个算质要那么多吗 三辆水肯定是有的 弄意在口腔气少计够老度 当中烧好之后对吧 一尾的女特 这里就是一份的大蒜汤 差不多 差不多跟那个样子 隔两头才需要 那堵个子底下烧 烧好去炒 然后再闷 闷好之后起锅 起锅之后 装了再煲一下 然后再用面糊 去烧个炸 大概还要煲多久 至少一分钟的样子吧 一分钟 差不多一分钟的样子 其实鲍鱼和鸡 大厨在提前烧的时候 已经完全是可以吃的状态了 再倒进装满蒜头的砂锅里 焗一分钟 这段时间就是通过砂锅 提升整个菜的香味 吴老师啊 你看他们家所有的宝类的菜 都已经上来了 都跟砂锅有关 对的 非常好 那吴老师 这个我不喜欢 这个其实也是我的最爱 隔隔楼里迷到了 粉丝包 对吧 然后看这个 不如还是烫的啊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道菜 很多客人都点了 鲍鱼鸡 香香香香香 香香香 这个是鱼头包 鱼头包 你看都非常的漂亮 来 其他有个问题 他们好像忘记给我们比平了 其他记性得 其他记性得 我们吃ить 要比平的 要比平的 嗯 算了吧 不说就一路 unter 那谁弄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要猜一下他们家 这三道跟砂锅一关的菜 总价是多少钱 由希二猜价格 小宝和吴星伯猜出 店里三道砂锅菜的总价 误差在10元之内 才算挑战完成 如果游戏再次失败 不仅要连中午的饭间一起买单 还要请整个节目组吃饭 50 但一般饭店价格不会开50的 48 好 这个 这是他们家一道招牌菜 对的 几个农只要苏啊 苏西苏鲍鱼几个 1 2 4 4 5 6 6个鲍鱼 像他说是八头鲍 八头鲍6个 大概在市场上外有什么价格 10块钱一个 10块钱一个 至少了60块 60块 成本价60块 肌肉呢 肌肉 这点肌肉 我们六十块年内动 120 成本已经120了 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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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子 对 蒜子 我估计给一半个鲍鱼 158 158 206了啊 鱼头包 鲾鱼头 就是胖头鱼啊 胖头鱼 但他这个好像 应该是这种算比较大的鲾鱼头了啊 对 这个包大 对 128 128加206等于多少 334 对不对 对不对 失败 什么意思 这个总算是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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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今天的两轮挑战 小宝跟吴新博 还是没有翻阅过导演组这座大山 不是 吴老师 我觉得你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是一个喜欢推卸责任的人 但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在repeat一下 回放一下 刚才我们在第一家 砂锅店出现的场景 我哪说不要搏了呀 人生要搏的呀 不是 几个不出特领啊 早提啊 那不错了 那就要承担责任 不是 不是 你是这个节目的组织 龙子给他个年 得了一个年 我的嘉宾呀 那好意思叫我买回来 尴尬了 那你说到这一步了 那就算了 那就我买了 多少钱一共 用差不多300 但是应该要请整个节目组吃它 然后把它再加几个菜 不不不 小年轻 你这就不对了 小伙子你这就不对了 我们现在提倡光盘行动 对啊 我们要吃完才能得点 好不好 我觉得你看 我们1234 我们四个人呀 够了呀 对吧 我们小儿精的团队 四个人吃三个菜 怎么啦 这就要一辆松粮尾尾 那多多烫呀 一共吃的了 一共就300 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家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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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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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早了啊 虽然不情愿 但既然钱都付了 还是要吃饱饱的 我先说说他们家这个鲍鱼 口感非常好 火锅也掌握得恰到好处 很嫩 对 然后里面有一些鸡的鲜味 大家可以看看 因为它这个鲍鱼啊 它这边是开了花刀的 开了花刀的 所以它有更多的容纳汁水的空间 然后稍微蘸点汁水送到口里 又是鸡的鲜味又是鲍鱼的鲜味 然后口感也非常寒 但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吗 重点是我刚刚吃了里面的蒜汁 一个打算的对吧 这边 姜酥 味酥之间 口感特别好 所以今天这个虽然是我买的菜 但是我觉得还是吃到了 我们想吃的菜 对吧 好 下次如果再诉的话 我们 不要说这话就听听 好 那下次我们争取继续 一起赢 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一锅鲜 赶快拿起手机编辑通关密语 发送到我们的都市频道TV都市圈 您就有机会获得价值348元的六份霸王餐 赶紧拿起手机行动吧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官方微信TV都市圈 把通关密码一锅鲜发送到TV都市圈 节目首播结束前 马上抽出六份价值348元的海鲜粥套餐 赶紧拿起手机行动吧 今天我来到杨浦的安山菜市场 那么今天找一家什么样的店 菜场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吃店 那么秘密就在这个信封里面 看看是什么 锁着 哎呦 能吃光啊 你刚中我吃光啊 根本去打小吃了 你都没好玩 但是现在呢 绑B.A.有的什么高团店 熟的馒头店 熟的这个算不算 就是只要是熟的都算是不是 好的 范围比较大 那我们去找一找吧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杨浦区安山路上的 杨浦安山菜市场 上午十点钟 这里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今天的菜场王者 我们依旧要按照人气 味道以及经营模式 三个维度考察 另外提前采过点的节目组 还给胡大厨准备了三个线索 三个线索全部符合 才算是最终的菜场王者哦 这第一个线索熟食 在菜场外围一排都是熟食店 我们该从哪一家开始呢 日销上千只的牛奶香酥饼 会是今天的菜场王者吗 不对了 第二个条件是鸡 既要符合熟食 又要符合鸡的条件 是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下 鸡一直是菜场熟食店里的宠玩 不论哪个菜市场 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白斩鸡 烤鸡 炸鸡 等等 有了第二个线索 不知道胡大厨 能不能找到真正的菜场王者呢 有了 请过了 搁啥 到底是不是这家店 还是先和老板沟通之后 再下定论吧 我们这鸡反正天热的时候 是一直排队的 一天卖个几十只吧 就是上午 一上午卖个几十只 下午几十只 我们中间是 那个上午烧的 上午卖 中午烧 下午卖 那你一天这样卖下来的话 也要近百只鸡了吧 一百多只 一个是白斩鸡 我们一个是醉鸡 那个不是 那个是醉鸡啊 对 醉鸡 别的地方没有的 我还以为是紫油鸡 淡淡的酒香味 但是酒香味 也就是酒味不是太浓 大姐我偷偷地问一下 你是用白酒醉的 不是 花雕酒 花雕酒比较浓醉 而且微微带点甜 和这个颜色又比较和 和味道又比较和 对的 对的 那就是花雕醉鸡了 对 花雕醉鸡 每天卖出上百只的 花雕醉鸡 色泽油亮诱人 看来这很有可能 就是今天的菜场王者了 那么我吃的这一款呢 是胸脯肉的 现在我吃下来呢 吃醉吃进去了 可是他这主意还是把头往 但是是不是王者 要看一看 是不是符合全部的条件 我来看一看 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条件 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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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喇叭 这边儿也要吵了 我听到了 声音跟 你都喇叭了 响了 刚刚跟它启了好强 我启性应会二次 走走走 跟声音没想的吗 可以 声音没想 大喇叭了 像喇叭一样了 放音响了吗 这家木子鸡专卖店别看卖的东西品种不多 但排队的客人一直乐意不绝 更别说伴随着老板洪亮的大喇叭 让人想不关注都难 要保证最好的口感 首先在鸡肉选材上就有讲究 是一种的 吸收腔的 腔病腿 腔病腿一动 腰子有点点性 炸车的油一个鼻子是扯的 牛肉是能的 他抬到柜基让向已经有游标了 柜基那抬到柜头厚 而我抬到柜头厚 柜头厚 一个表面为它吃 也都失败了这种作用 加工好的鸡腿经过油炸后 变得外脆里嫩 时刻们买回家还热气腾腾 直接就可以给饭桌上加到菜 和店外排队的情况一样 这里木子鸡每天的销量也很惊人 我们要买几天啊 几天不开始啊 到了中央鸡腾就没有了 我一定也要买几天 我一定是两天 是我的小客人 我宁为每个一份 大概买两天 不可以的 人家弄像一刹四斗子吗 对啊 一个伤不就被人家说了 可能一刹四斗子 像一个一本鸡有多少 一本鸡大概有的 像一个两不十天 两不十天 总算找到了今天的菜场王者木子鸡 趁着刚刚出油锅来尝尝味道如何吧 是有层次的外脆里面呢有弹性有水分 他家招牌菜今天我们按照惯例呢 要到这家店里来找三道招牌菜 不过来之前啊 编导跟我讲了 今天这家店里的三道里边 有一道居然是在菜单上找不到的 哎 行啊行不到我猜哪能比较猪肉猜的 我怎么点呢 怎么让他招牌起来的呢 哎 这里面一定有闷到 我特别好奇 赶紧进去看看 想要找到这菜单上看不到的菜 我们还得先去食客桌上问一问 这有一道菜是这个隐藏菜单 但是据说这道菜已经在菜单上没有了 是吗 是我看我看 老做自己的秘制腊肉现在划掉了 那你们怎么点 对啊 你们是刷脸来的 想要知道这道腊肉焦头 除了必须是老客人双脸之外 你还得找到店里的一个街头人 如果过来的话 扫码点单也是点没到的 必须到我前台这里才可以点得到的 要直接跟你讲 对对 哦 华华的给他想来 这个炒菜菜单 必须得咨询我这里 他家招牌菜第三名腊肉焦头 这道隐藏的招牌菜被我们找到作为一家面馆 剩下两道招牌菜我们就要从面里寻找了 清汤对 清汤鱼皮米就是那个原汤炖的鱼片 老火炖制的 所以就就有那个鱼原汁原味的味道 你这个也是鱼汤面 但是好像加了一些配料啊 对的对 酸菜鱼的嘛 刚刚说是这种特别熬制这个鱼汤 那其实他这个应该链还是有限制的吧 会不会 会 但是因为我们老客户嘛 所以都是有老板娘的微信嘛 所以如果哪天想来吃 就是微信想盯他一下 鱼汤面并不是很复杂的面 但是店里却每天先链供应 我说老板你是不是在吊客人胃口呀 鲫鱼肉 直接炖他用了 炖成粉末了你看 你看这里面觉得我们感觉像粥一样的感觉啊 因为炖了整整两小时 哎呦全部都化掉了是不是 这个锅大哥这么厚的话 他现在只有这一点了 这个分数基本上一天大概30碗左右吧 一共30碗吗 两顿啊 十斤的鱼肉能熬出30碗的鱼汤份量 所以鱼汤面在店里老客人刷脸也不管用 想要吃到找预定才行 除了用量实在 店里鱼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我们鱼片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原汁鱼片 就是白汤的 不放辣椒的 还有一种呢就加了酸菜 泡椒 然后辣椒 这首先是千岛湖的黑鱼 它嫩 刺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 营养比较丰富 然后呢 它是每天早上一大早才送过来的 还放点什么东西啊 就是放葱 姜 酒 还有就是两种胡椒 黑胡椒 白胡椒 他家招牌菜第二名鱼片面 每天限量三十碗的鱼片面就是今天的第二道招牌菜 两道招牌菜被我们找到 这剩下的第一名我们评判标准可是要更加严格了 两道招牌菜被我们找到 这剩下的第一名我们评判标准可是要更加严格了 我这个是他们的店的招牌 招牌吗 你觉得是第一名的招牌 到这儿吃那么多次我觉得还是泡椒牛蛙面最好 我这个是甜辣口味的 就是也会有一点辣但是可能没有那个那么辣 这个汤汁特别有味道 我觉得比他们家的招牌的还好吃 我觉得是我个人的口味 这道不少老客人心中的招牌面 老板娘却告诉我们自从开店以来 她自己从来没有吃过 这是为什么呢 当初反正我吃了一个月的牛蛙 蜜质牛蛙到现在我再也没吃过一口 你为了这个面自己一个月全每天 每天每顿 两顿都吃这个面 就不停地誓言 虽然老板娘自己可能一段时间内再也不吃牛蛙了 但这碗蜜质牛蛙面满满凝聚的都是老板娘的心血 是复合味 不是单纯的甜味 它有带鲜甜 一点点的青椒的吃不出的辣味 而且青椒本身也有点甜的 对 也有点甜的 当天的纤椒不能是隔夜 隔夜就是很辣 纤椒也有当天隔夜这种说法的 这是杀好的牛蛙 一般的话就这种形状的 六两的我们要给到两只 每天就是分批酵 就用完提前十分钟叫老板 因为我们的菜场很近很近的 他立马就会当场宰杀 当场新鲜送过来 这个面啊 跟刚才我看那个鱼肉的面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这是宽一点扁一点是不是 是 因为呢牛蛙吃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配的面呢 更需要筋道一点 不过这道牛蛙面到底能不能算店里的招牌呢 我们还得拿数句说话 我们家牛蛙都是销量第一的 第一名就是这个了 来找这张 上面有耶 泡椒牛蛙 面牛蛙饭都有 再来一张 随便拿 随便拿一张 肯定有 对 秘制牛蛙面 下面也是秘制牛蛙 真的 这一天能卖到多少啊 这么多页 多少页 一共有三页的 一共有三页 每一页大概都有个十几份 后面不一样吗 不是我们的数字不一样的 它有的是三份的 有的是四份 有的是五份的 你大概能算得出来 不同品种大概有多少吗 光这个泡椒牛蛙面就有七十份了 对对 而且它们还有一个秘制的呢 秘制就有六十三 七十 哇 这两种有一百三十三碗 他家招牌菜第一名牛蛙面 店里的销量第一 也是我们今天他家招牌菜的第一名 糖质浓郁的 蜜质牛蛙面 上桌里要赶紧开动 它这个辣呢 也滴滴 不是很辣 你们又加了一些糖哦 哎呦 跟米多 咋下你可能老会写 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 一锅仙 赶快拿起手机 编辑通关密语 发送到我们的都市频道 TV都市圈 您就有机会获得 价值三百四十八元的 六份霸王餐 赶紧拿起手机 行动吧 把通关密码 一锅仙 发送到TV都市圈 节目首播结束前 马上出出六份价值 三百四十八元的 海鲜粥套餐 赶紧拿起手机 行动吧 重要通知 人气美食 邀你一起展开 荒谈行动 一厘米究竟 怎样才能来到 我们的餐中 我们不在现在是强大的 但是机遇不能忘 其实我们还可以 这样做 小四分钟就可以了 我快吃完浪费 或者这样做 还能这样做 公园麻烦打包 因为懂得 所以珍惜 人气美食 吃好每一餐 喝百事 想美食 欢迎收看 由百事可乐 特约赞助播出的 人气美食 有百事巨爽 今天您百事了吗 今天请大家一起来吃自助餐 那么吃自助餐 一定要热热闹闹的 我一个人怎么够吃过本的 所以呢 我专门选了一个母子 相对比较领光了 各位 喂 红一飞 你好你好你好 乐乐你好 红一飞平时你喜欢吃自助餐 妈和朋友吃 我很要吃自助餐 你很要吃的 因为我一般都能吃回本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地方 其实对我们懒人来说这种福利 为什么 他其实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 但是呢 菜品还是一样都没少 非常的丰富 琳琅满目 听乐乐这意思 这家店的曲餐区 应该有种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感觉 事实究竟是怎样 我们还是到曲餐区 找各位董金的阿姨一探究竟吧 你这家店的美食之所以可以称为丰富 还有一点则是海陆空三个维度的美食 通通帮你一网打尽端上桌 曲餐区人几周 能够那个车瓶有比赛吗 不是 因为那个底芯要拿好球 这是西底的吧 西底芯 我发现我想 咱们在有种底的 对吧 对吧 底芯啊 小时也有 那样有 五米一楼 牛吧 那样有 你是多平常吗 可吃 那间可可可 给女妞是可好的吧 以前是去好 以前都会弄好 当时能弄去抢 那边有这个人把弄皮肤的 你给女妞哪能合不去啊 那可以 你自己还可以得到 你牙的你比较缩 当中呢 有这个比较冷 但是 你去多年 你牙子能够抢 了解完一圈的乐乐 甚至向另一边 还在探索基顿的义飞 发起了终极挑战 我和一飞两个人 分别拿一个一样大小的餐盘 我们在规定的两分钟之内 分头去找性价比最高这些餐 然后放这盘 我们两个餐盘 一人一个 然后请我们编导把声 两分钟时间 我们分头去找 这就开始了 两人瞬间消失在人群中 偏向肉食主义的一飞 即刻奔向了海鲜烤肉区 而另一边接受了 阿姨们安丽的乐乐 则另辟蹊径 有当其冲地奔向了甜点区 你所谓的银呀 你这个糊弄谁的 你这是糊弄谁的 我其实挺想输的 因为你不是说 银的人吃了全部吗 我蛮想看你把这块肉吃下去的 这看上去还是你赢 阿姨你把这一票投给他了 我投给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上去 这个很有食欲的 阿姨你呢 我不知道听你讲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实惠的 看到没有 这个啊 我你赢 你别说了 你别吐了 这个是我赢了 阿姨 我现在我们是一比一啊 一比一一人有一票 来 就阿姨 你这边 不是投他这一票 你们怎么情人一点嘛 我 你可能是连着你 你一个养资个生费的嘛 我不要投他 不是 我 我们不是让你们看人呀 我让你们看菜呀 PI 就是阿姨喜欢吃肉 她肯定是投吃米饭的人 经过阿姨评审团的投票后 咱们一飞最终以三比一的优势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今天我看看能量啊 卡路里啊 蛋白质啊 氨基酸 哇哦 都有了 你看 还吃一份 这全饭吃完 我觉得现在就是 你的show time 那你是直接没饭吃吗 没有没有 我我我 我就喝一杯茶水 我真的觉得很新鲜 而且它里面那个奶油很不腻 而且很 有这种很细腻的感觉 哇 我觉得一飞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合作的PK 虽然我说 但是我觉得看你吃的开心 我有老母亲般的一种喜悦 也很满足 就是此刻如果你对我们这边呢 这最近非常非常心价比高的一个自助餐 双人券 双人套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观看东方购物人气美食特别节目 这份实惠你也可以拥有哦 喝百事想美食 欢迎收看由百事可乐特约赞助播出的人气美食 有百事巨爽 今天您百事了吗 秋风想 哈这样 今天这个独仔号能吃过了吗 清白版本今早晚 你真有意思的独仔号要五万块三个表情 能吃到的吗 来了呢 加速上独仔号 大家可以掌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TV都市圈 点击好吃推荐菜单 进入新梦河大闸县专区 专享人气美食特别福利 来看看今天节目搜索到的美食 砂锅粉丝汤11元一份 砂锅鲍鱼鸡每份128元 蒜香骨49元八角一斤 秘制牛蛙面每碗38元 海鲜粥小份218元 红桥四星级五式最助餐129元一位 最终11元一份 点单较数字的砂锅粉丝汤 获得了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之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